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9月12号 星期四的一个盘中节版节目 我是陈文博 很快的这个礼拜已经到礼拜四了 明天开始星期五 礼拜六跟礼拜天 是连续三天的一个中秋廉价 所以这边 韦普老师要祝福各位投资朋友 中秋节愉快 今天的股市基本上 会受到这个廉价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大涨 但是今天的台股 早盘的时候是呈现一个开高 开高的时候 最高曾经涨到了72点 但是现在只剩下36点 就是72点刚好就跌回来一半 跌回来一半 没有办法产生开高走高 这样的一个格局 这个其实基本上是受到了廉价 我认为是受到廉价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成交量没有有效的放大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预估成交量 今天预估成交量 大概是在1200亿左右 1208 1208 好 那各位你们来看一下 在成交量的部分 现在好像是在跑 成交量的部分 我看一下 稍等一下 OK 好 这样就正常了 这是今天的走势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今天成交量预估量 大概在1200亿 昨天多少 1195 那前天1200 这是9月9号 1162 然后这是比较多的 9月6号跟9月5号 1540亿跟1305亿 好 也就是说 其实最近的成交量是在缩小的 这个成交量是在缩小的 然后价格呢 它是其实涨的 我认为指数涨多少或跌多少 我认为一点都不重要 比如说今天如果涨30点 跟今天跌30点 我认为其实架构上都是一样 多方并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 各位不要去执着这个指数 除非你是做期货 做期货1.200块 当然那个差别性就很大了 如果你是做股票 你是股票的操作者 其实目前的指数 涨多少点 或者是跌多少点 其实我认为不重要 你怎么会觉得说不重要呢 其实我认为趋势方向是比较重要的 好 今天 当然昨天美股的一个大涨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走势 昨天美国股市又再度往上攻 对不对 道琼 纳斯达克 费办 S&P500 全部都上涨 甚至还上涨了 大概是超过一个百分点 这个部分当然是影响今天台股开高 台股开高为什么找盘了之后 开高会下来 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廉价效应 但是多方并没有改变 多方并没有改变 这个位置点位 我相信大家会很关心 还有没有机会再往上涨 对不对 因为毕竟从8月份的10180 涨到现在已经涨多少 涨了将近快700点 对不对 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问题有解决吗 10月份要谈判 但是会解决吗 这是大家现在所产生的疑问 而且今年度以来 只要川普总统讲了什么话 他就足以影响台股的上涨跟下跌 所以其实来到这个位置 我相信很多人在操作上 心里面其实是怕怕的 要买不敢买 然后手上有的股票一跌了 可能马上就卖掉 可以赚到钱的机会 其实变成没有赚到 这是现阶段普遍大部分 投资人的一个状况 所以微博老师希望 透过我们的一个节目 不仅是做教学的部分 不仅是做解盘 也可以做教学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一下 整体走势其实现阶段 除了廉价因素 在包括像台币部分 也会面临了相对的一个压力存在 之前我们有跟各位讲过 台币它其实短期上面的话 它是呈现一个升值的走势 到今天也是升值的走势 好 升值它会影响到什么 这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的 如果台币是升值的话 对于台股来讲是助长 如果台币贬值 贬值就是往上走 K线往上走 对于台股来讲它是注跌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最近的走势是往下走 好 这是今天9月12号 我们印出来的图形 如果单从技术分析来看的话 这是过去以来台币的一个 上升形态的轨道 8月份31.72的高点 然后现在下跌到这边 这个叫升值对不对 对股市是助长对不对 刚好来到今天来讲的话 会开始面临所谓的支撑 也就是说从技术分析来讲 台币它开始面临支撑 会破支撑 还是来到支撑会开始往上走 如果往上走的话是怎么样 往上走就是贬值 它对股市来讲是注跌 各位这样清楚吗 所以现阶段的话 我们就是要观察台币的走势 能不能像之前在7月份 到8月份这段时间 它是一个震荡整理 如果它是一个震荡整理 不要出现这样这样子急扁 像这样子急扁 基本上对股市的伤害性 就不会那么大 一般来讲会遇到急扁的状况 可能就是美国总统又讲了什么话 比如说我要再针对中国的商品 再加征关税 或者是中国也出现了反击的动作 这样的话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以目前为止 现阶段 今天是9月12号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我并没有看到 整个盘氏有出现转弱的迹象 虽然整个指数是震荡 对不对 虽然指数的部分 这几天都是一个震荡的架构 但是现阶段来讲 从结构上 从趋势上 还没有看到所谓的一个 就是转弱迹象 什么样子会有可能出现 转弱的迹象 我们一样给各位来做一个教学 我们先从短线部分来看 这个是我们昨天给各位看的 大盘的30分K线 这是30分线的一个短线走势 那你其实你如果说这几天 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 你把它大概简单化了一个趋势线的话 你会发现 过去的加权指数 它是沿着这个上升轨道做进行 像目前为止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昨天前天 我就有跟各位讲 只要它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 其实都还是属于多方的一个 所谓强势的整理 这是昨天9月11号 今天12号 今天12号是这样子 后面我就不画了 一样 今天是开高 但是开高之后是一个震荡格局 主要原因是因为成交量也没有放大 但是它还在这一条上升轨道的上方 它有没有跌破 它其实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的话 短线上面的趋势 有没有被改变 没有 所以如果你很关心说 这个大盘 它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走弱 你就只要看这个地方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画一条线 然后去观察 我认为只要在这一条线的上方 它还是维持一个所谓 比较强势的一个整理 但是这个是30分线的一个K线 30分线毕竟是短线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们回到了重点在日线部分 日线的部分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目前为止的一个上升轨道 这是目前为止的上升轨道 这个上升轨道包括现在的季线 包括缺口 都是站在有利多方的一个角度 涨上来过程当中 其实也会接下来面临压力 就是我们给各位画的这一条压力 所以其实来到这边 为什么会震荡的原因 为什么没有办法像美股一样出现大涨 主要原因是因为成交量不够 来到了相对的压力的位置点位 如果要做突破 成交量它必须要做有效放大 所以你看一下最近这几天 因为中秋廉价的关系 所以那个成交量 都没有办法有效放大 成交量不放大的话 你说要冲破这个关卡 当然就必须给他一点时间 但是只要这一条上升轨道 没有被破坏以前 你说这个盘是叫走弱吗 其实也没有 所以目前为止 为什么我们都还是属于 偏多看大的原因 我不会因为这个指数 在那边震荡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影响我自己操作的一个心情 其实股票操作要放轻松 如果你每一次 我这样说好了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每一次都因为下跌就紧张 上涨你就还好 下跌又紧张 我跟各位讲你做不好股票 因为你的股票也会涨涨跌跌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判断什么 判断它的方向 它的趋势有没有改变 如果改变当然就卖掉了 但是没有改变的话 你干嘛自己吓自己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目前为止 整个架构还是多方的原因 就在这边 我以前就跟各位讲过了 你看我的节目 只要我的测标 给各位改成向下 那表示什么 表示就是这一波多方走完了 那我没有给各位改变 所以目前为止 还是属于偏多看待 那OTC也是一样 这是贵买的指数 我们都先把目前现阶段的一个状况 来跟各位讲 也就是说如果中秋节过后 那很多人会去讲说 有没有可能会有所谓的节后变盘 因为其实每一次台湾 来到什么端午节也好 中秋节也好 什么元宵节都可以 只要有节日 就会有所谓的节气变盘之说 我觉得不用自己吓自己 当然来到这个压力 这个所谓的下降反压 也会有产生压力 但是只要这个上升轨道 没有被破坏以前 那其实都是多方 我要给各位一个观念就是说 我们在判断这个大盘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操作指数期货 如果你是要操作指数期货 当然你要去资助计较这个指数 今天涨多少点 明天跌多少点 对不对 你可能可以做个价差 但是如果是你是股票操作者 其实我们主要看的是一个大方向 我们看的是一个趋势 它有没有被破坏 所以当趋势没有被破坏 比如说我们拉近一点好了 这边的下跌你需要担心吗 这边的下跌你需不需要担心 我请问 这是贵买指数的走势 这是今天 昨天跟前天 好 前天是礼拜几 今天礼拜四 前天是礼拜二 礼拜二的贵买指数是出现的大跌 你需要担心吗 不用 为什么 因为他还都在这个上升轨道 所以其实在上升轨道里面 涨涨跌跌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知道 只要上升轨道没有被破坏 他就是多方 那是多方能不能做多 当然可以做多 所以操作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对于盘式的看法 最主要是在于方向有没有被改变 如果方向没有被改变 其实你操作的股票 你就有点耐心的话 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获利的 我想我们上半的阶段 针对的是我们对于大盘 现阶段我们的一个看法 来给各位做提醒 可能出现转弱的状况 也给各位做了说明 希望对各位会有一个帮助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半个阶段我们会从股票开始 什么样的股票 它具有上涨的机会 它还有布局的可能性 它会让你赚到钱 我想等一下我们就 都公开给各位看吧 让各位知道 我们操作的逻辑跟方向在哪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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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正的谜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步驟 请将护照发至对人资料页面 对人资料页面朝下 接着靠左相角对齐 至于护照读取机上 完成感应后甲门打开 第二步驟 眼睛直视机器上方镜头 同时手指按压机器右下方指纹按压机进行辨识 辨识成功即通关完成 It's easy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走势 现在又稍微拉了一点上来了 现在涨40点 其实你会发现 刚才我们上半段的时候 给各位看大概在1200亿左右 现在预估量能增加到 1223 小增了一点点 其实只要量能增加 价就会涨 目前的盘式就是这样子 有量就有价 每一量就没价 但是架构上 它还是一个偏多方的架构 这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其实你如果问我说 维保老师还可不可以操作股票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股票都会涨 这倒不一定 因为股票会有股票它自己的走势 指数是指数 股票是股票 你必须要分清楚 我们一般来讲 维保老师给各位的一个观念是 不管你在哪个位置点位 你想要进场操作台股 它都是有风险 并不会因为台股涨到了1万1000点 它就没风险了 也不会因为台股跌到了1万点 跌到了9000点 它就没风险 任何一个位置点位 你只要进场 它就是有风险 这就是股市 所以在股票的操作过程当中 我认为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控制风险 怎么样控制风险 我觉得是大家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 每个老师 你打开电视机也好 或者是你在网路上 你会看到很多人 在跟各位做吹嘘 主要都是跟各位讲说 他赚了多少又赚了多少 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老师 没有办法控制风险的话 那什么都不用谈 所以微博老师要把我的操作 逻辑跟方式 在节目上面呈现给各位 我不希望各位你看的是 比如说我赚多少我赔多少 而是我为什么这样做 我买进或者卖出的理由 在哪个地方 或者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一档股票 好 那好 我们就来举例我们的操作方式 给各位做参考 你来看我们的操作方式 的逻辑性在哪里 对你有什么帮助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叫做4943康控 今天康控目前小涨2块钱 是一个 一样是一个震荡架构 这是康控目前的走势 这是过去以来康控的走势 康控如果还原全息的话 已经创新高了 我们目前有操作抗控吗 为什么要操作抗控 好 你先看一下我操作逻辑 这是当时候创新高 9月10号当时候的图 我就没有再印了 来 各位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它是上升轨道 这是上升轨道的斜率 然后这是第二条上升轨道的斜率 这是第三条上升轨道的斜率 它从原本第一条上升轨道的斜率 越来越斜 什么叫斜率 你这边把它拉出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大概30度 这个角度大概45度 这个角度大概50到60度 所以当它的斜率角度越陡峭 斜率是这样的话 涨的速度比较慢 斜率是这样的话 你看这个角度到多少 这角度应该到70度了 已经到70度了 所以这个角度70度的话 它涨速就很快 所以这个斜率的角度 涨速就是这样 这个斜率的角度 它涨速就是 又变成是这个样子了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重点 我买的股票 都是像这样子一个形态的股票 长期以来 如果它的趋势形态 是呈现一个多方走势 其实股价在里面 通常是一个所谓 涨涨跌跌的架构 所以我们要先确立什么 确立这一档股票的趋势 它是怎么走 而且是长期的趋势 不是短期的趋势 所以整个长期趋势 如果你严格来看的话 康控就是这样的架构 你有没有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架构的话 每一次的目标 有没有可能会达成 重点就是在于你的买点的问题 如果每一次目标可以达成的话 这个买点就会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就是专业了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我要给各位看这张股票的意思 不是要跟各位讲我们赚多少 我再次讲不是 而是你自己 如果你接下来要买股票 你先检视一下你股票的趋势再说 如果你的趋势是空方 我举例给各位看 比如说 这一档股票 请问它趋势是多方还是空方 你要有能力在这边就判断出来 它的趋势是空方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也就是说 它的走势之前是一个相声轨道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被跌破了 你总不能说跌到这边 你才知道说原来它走空了 对不对 很明显它还是空方 懂我意思吗 其实这类似股票不少 我再给各位看 这是近期的 请问它是多方还是空方 如果你之前都去买进这样的股票的话 你现在套劳是应该的 而且你套劳不晓得 它什么时候才会落底 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趋势上判断上 重不重要 不止 很多都是属于空方的趋势 那这个空方趋势没有被改变以前 你买这边有意义吗 除非你做短线 你这边买 然后你这边就卖掉 你必须做短线 但是如果你是做多方 你相对的风险性会比较小 我再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其他的股票了 因为韦伯老师目前把会员等级分成三个等级 每一个等级只做三档股票 等一下我们机会再跟各位做说明 比如说也是跌升的 现在就是循着这个上升轨道 对不对 我们现在操作这个股票 我把它公开好了 也不要再遮了 让各位去看一下 我们操作的股票 这是5443的军豪 军豪今天涨了0.75 已经来到21点 来 为什么我们要操作这样的股票 这个绝对不是今天才买 我们之前记不记得 微博老师在节目里面把这个遮起来 我们就是操作这样子的 他的走势就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只要这个多方趋势没有被改变的时候 他就是有机会再创新高 我再给各位看时间不够了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相对的机器位置比较低 目前是走这样的架构 而且他刚突破这个趋势线 这档是什么股票也给各位看好了 都给各位看了 2474可乘 也就是说这样的股票 值得你未来去注意以及操作 只是说你要去衡量买点 他的买点在哪里 对不对 衡量他的买点在哪里 但是他趋势方向 那可乘的话在 我记得在几号 9月16号吧 他要除全息 配息多少 12块 所以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一中秋节过后 可乘要除全息 好 再来 我们都给各位看了 这个也是我们操作股票 你有没有发现都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一样都给各位看了 不要遮了 3530的向金光 金向光 抱歉 来 今天涨了0.9 我不在意这个涨多少 我在意的是趋势有没有改变 如果他的趋势没有改变 那我们就继续赚钱 就是这样子 我要给各位的逻辑思考 就是说你们本身操作股票 第一个趋势先判断出来再说 从趋势的判断里面 去找那个所谓的相对高跟相对低 去找他的买点 各位这样清楚吗 那我们剩一点点时间 微博老师来给各位报告一下 我现在带会员操作的逻辑跟方式 目前为止我把会员分成三个等级 三个等级 第一个是波段的稳健会员 第二个是短线技术会员 第三个是高价股的特别会员 来 各位这差别在哪边 我简单跟各位讲一下 所谓波段的稳健会员的部分就是 我是操作波段 短线上他涨涨跌跌我不管 也就是说一档股票 我设定的目标 可能就是赚20% 30% 50% 他如果没有出现卖讯 他没有破坏他的一个 波段多方的趋势 那我们就续报就好 我中间我不管他涨涨跌跌 这个比较适合什么 比较适合那种上班族 你没有办法时间看盘的 你可能就是不想花那么多时间精力 在那边进进出出的 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短线的技术会员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做价差的 短线上我要做价差 什么叫做价差 今天出现买点我们就买进 不管他的位置高点 然后可能过两天三天 涨上去了 他出现了简短卖讯我们就卖出 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短线的技术会员 第三个就是不用讲了 就是专做高价股了 什么叫高价股 高价股就是比如说 像刚才的可乘 对不对 200多块 300多块 甚至1000多块的股票 高价股的股票也就不用多 他的获利的空间相对比较大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可以利用就是你评估一下 我的方式对你有没有可靠 如果你觉得我可靠 你可以参考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会员种类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盘中解盘 就先进行到这边 因为明天是中秋节 所以预祝各位嘉姐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 拜拜 运动彩晶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其实未赢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式锁定运动彩晶台 台股直播室 运动彩晶台 并打通过核心超火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赌 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并打通过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叛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并打通过核心操盘团队